断刀大赛新赛季的第二期比赛 本期节目将由大贝克携手节目组 前去寻找断刀大师 这次比赛的胜出者将代表学校进入决赛 争夺断刀大赛的冠军 本期比赛地点位于新农业学校 这座城市十分的偏僻 且人口也不是很多 所以这里的很多物品都是当地里居民自己制造的 就比如说这个锻造房 它就是由老登友情提供的 在蒙大拿州 木制品是该地区的一项重要产业 因此他们要制作的武器是一把P板斧 参数要求 P板斧的长度必须在25到30厘米之间 高度在7厘米左右 斧柄长度在43到48厘米之间 锻造材料是一块4140原柱钢 它们一共有5小时的比赛时间 之后 它们将会在现场进行强度测试 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加热这样大块的钢材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锻造房使用了提速的加热炉 在等待期间 刀匠们为了缓解寂寞 开始跳舞助性 塞拉斯率先开始断压 打装机正在飞速地工作着 皮特虽然年轻最小 可是却十分地稳重 待钢胚达到适当温度后 他才开始进行断压工作 他一直都将老灯当作自己的偶像 这次有机会得到老灯的亲自指导 他的心情十分激动 锻造房的独特装修风格和动力设施的改装 都是由老灯自己完成的 在这个资源匮乏的地区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布莱恩现在还没有开始动工 他的动作较慢 等到温度达标后 他开始断压 一个小时过去了 制作P板斧的难点之一在于开孔 皮特迅速地将亮黄色的钢块固定好 准确地定位并开始凿孔 他的操作十分熟练 仅一次 他就已经完成了开孔工作 时间还剩三小时 塞拉斯挥动大锤 他使用在学校学到的技术 开始对板斧凿孔 这可称之为重拳出击 时隔二十年 塞拉斯再次展现出自己强悍的实力 而布莱恩还在拉伸钢胚 然后他也迎来了开孔作业 锤了两下 他的孔洞并不整齐 现在布莱恩看着自己的钢胚沉没了 如果他继续使用这个 最后会裂开 现在 他只能更换另一面凿孔不救 塞拉斯这边测量了长度 发现参数不达标 他只能借助动力锤延长 这个锻造房贝克很喜欢 毕竟 要是换了他家长的高的人 直接就够到了这里的天花板 现在塞拉斯用到的工具 是通过改良的动力锤 三个方向不同的锤头 可以满足刀匠们不同需求 时间还剩两小时 布莱恩还没有成功开孔 不管他怎么调整 都不达标 之后 他大胆地重新开始 只要顺利 剩下的时间还是足够的 皮特的板斧已经准备就绪 他直接完成了脆火 斧子非常硬 时间还剩一个小时 这对布莱恩来说是漫长的一小时 他的板斧还在炉子中 塞拉斯也完成了脆火 布莱恩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脆火 才有资格和两人进行PK 但是明显他已经乱了脚步 他只能先把斧饼打磨完毕 等到钢胚升温之后 他继续进行走孔 这次 他终于成功完成了 最后五分钟 布莱恩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他必须等到板斧温度达标之后完成脆火 但是在冷却的过程中 板斧不慎掉进桶顶 开始倒计时 第一轮比赛结束 现在马上进入强度测试 因为布莱恩并没有完成板斧的制作 所以直接被淘汰出局 现在 我们先来看皮特的板斧 测试完毕 皮特的斧子的斧刃出现了一点毛刺 不过斧子很锋利 且整体结构稳定 做得不错 然后是塞拉斯的杰作 这个测试非常夸张 他的斧子居然连螺丝钉都能切断 而且他的板斧还没有受到损坏 做得相当不错 因为布莱恩的直接淘汰 所以两人都能顺利晋级 这一次 他们要回家打造的武器是双截斧 这把斧子是北美伐木工喜爱的工具 他的设计虽然简单 可却拥有不同的头 一边斧刃厚 一边薄 这可以满足不同的场景的需要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也让他受到了荒野求生爱好者的青睐 参数要求 中间高度要在7厘米左右 两边高度要在10厘米左右 斧子总长度要在93到99厘米之间 他们有四天时间回家锻造斧子 然后回来接受最终的测试 让我们祝他们好运吧 塞拉斯的锻造房很大 工具也应有尽有 尤其是这个打孔设备 打起孔来非常方便 但是机器就是机器 不能完全掌控好它的力道 最后打出来的孔有点偏移 现在 它只能重新开始 过程是十分的解压 这把斧子 它一天就能做好 四天时间对于它来说属实是多余了 这么大的斧子对皮特来说是首次断造 有了第一阶段的打孔经验 它直接定位使用工具打孔 它的运气非常不错 塞拉斯这边将斧子放进炉子加热 温度达标后直接完成了脆火 斧子坚硬 无翘取 皮特脆火后在斧子中间打孔 由于脆火硬度增加 它并没有成功 于是它只能回炉加热软化 随后它很轻松地就完成打孔 它在二次脆火查看后 并没有出现问题 比赛现在来到最后一天 塞拉斯先将斧子进行打磨 然后它使用化学药剂将斧子变得更黑 它使用手锯将斧柄锯出可用的尺寸 最后进行组装 终于 它大功到城了 皮特家中大雪纷飞 它的斧子也进入最终的锻造阶段 组装完毕后 它出门就砍倒了一棵树 隔天 两人回到现场进行测试 皮特的斧子使用了4140钢打造 珊瑚陶木的把手 它在斧柄和斧头上涂了一层油 塞拉斯的斧子也是4140钢 以及珊瑚陶木斧柄 接下来 它们将进行披目测试 写着皮特的斧子对称性很好 时卧舒适 但是边缘有点小卷边 然后我们来看塞拉斯的斧子 塞拉斯的斧子很漂亮 它的斧子头部很轻 扶柄光滑 但是却比皮特的斧子顿一点 然后是强度测试 我们先来看皮特的斧子 它的斧子受到了损坏 这手指甲可以直接进行弹奏了 另一边也缺牙了 最后 我们再来看塞拉斯的斧子 它的斧子受损不是很大 大贝克非常喜欢它的斧柄 整体做得不错 现在所有测试都已经结束了 经过评委决定 最后 代表新农业学校出战的人是塞拉斯 因为皮特的斧子受损严重 所以很遗憾 现在让我们恭喜塞拉斯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对于本期节目中 选手的表现 你感觉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视频 也欢迎给我留言 关注我 不迷路 这里是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